基本上呢,我做的动作就是类似 第一个是 总共会有这几个步骤啦,那这几个步骤是我刚刚做的啊,就是 第一个是以什么呢,以 这个A3当成是筛选的储存格,所以游标放A3嘛 然后再按一下什么呢,按一下这个Auto filter 再按一个什么,筛选 这个动作呢,录下来,先点它,对不对 再按它,实际上呢,录下来就这一行 实际上,甚至你将来如果熟的话,甚至你可以自己打上去都没问题了 然后再来的话怎么样呢 再来 就是做筛选 那筛选,刚刚我做了有没有,就是包含呢,我刚不是 按了这个动作 这边把它点下去吗 这边不是加一个包含吗 那基本上你打个字按确定之后的话 其实它就会帮我再产生这一行 就是ActiveShift 点Range,它自动会抓这个范围 点Auto filter,后面的话 诶,各位,其实慢慢你可以 根据这个条件啊,这个Field应该 拆应该可以拆得出来 Field应该是什么 就是它的蓝,第几蓝,有没有 那因为我是根据乘语是第一蓝 所以呢,如果将来你不是要查第一蓝的话 那你不用重录了,你就改这边就好了 第二个是,就是你的 条件参数,有没有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X改一下,录下来的话,基本上它会是 打一个龙 那你就把那个龙有没有 把它做 特别注意哦,双引号 and X是这样 因为我用InputBuds取得嘛 所以再把X放过来 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可变的嘛 OK,这里的话 然后 其他再来就是什么 做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动作 这一行基本上是什么 Ctrl Shift加end 录下来就是这个 所以Ctrl Shift加end的意思啊 比如说我这边筛选条件 筛选完之后嘛 比如说我打一个 龙 比如说我龙 找到之后的话 那按Ctrl Shift加end 这个动作 Ctrl Shift加end就是这一行 就是这一行 所以如果复制的话就是selection.copy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Ctrl C嘛 对不对 然后要新增一个工作表 就是这一行 其实这个部分 在那个前面好像问题 问题4里面也有啦 还有在那个 在什么什么 地址查询 对吧 那个也有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各位慢慢要 尽量要熟悉 那如果你懂得熟悉 其实活用了 以后甚至 你就知道该改哪里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把名称改成X X是龙嘛 所以我们 自动会这边 改个什么 改个 改个龙 就实际上就是把这边 这两行就是 一个是新增 到最后一个 然后这一行是什么 把名称改成 我们查询的条件 然后再怎么样 把 查询结果贴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 刚刚有 全选 就是 选取之后 然后再把它 Ctrl V 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那 比如说我刚刚把这个条件贴上 对不对 它 贴上之后的话 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宽度 宽度没有 很 就是宽度 这个宽度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再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有一个 就